三边坡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异域世界 你们将跟随沈欣经历重重冒险 想方设法地活过每一集 来到三边坡努力就发财 是努力重要而运气的努力 奇观世界 创行业业 信心瑟瑟 归根结底都是利益 他跟你做一笔交易 过程当中有凶杀 威胁见不得光的东西 敏根本肺 沈欣最开始按是作为一个见证者 天真 让人 事 都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他有几张脸大家也摸不清楚他张脸才是他的 人在张虎 然后在那我觉得你要比如说是影音特 一准两尊刻意爆发 因为你必须保证他的规模 保证他的真实性 保证他的质感 这个国度还有语言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对演员提出了极大的要求 语言不能变成自己的障碍 尘埃 让人沉浸在这个世界里 那些人不把生死当回事 四个点按 三面坡的这些个迷幻的呀 虚妄的东西 他这些个繁华表象下 人性残忍的那一部分 这些内核上的东西吧 我觉得很有张力 这地规矩就是邦邦就得拿命帮是吧 我非常用心去诠释了一个角色 我们将呈现一个枯天海地的构形 以及既古惑仔不见到之后 更深邃的不振 希望大家能借用我的眼睛 来看一看三边坡的景象